我以前會有一個很天真,很天真,很天真的世界 什麼意思呢? 我很偏向將所有東西,將整個世界想得很美好,很美好 而我現在看回那段片,我覺得狀態真的很差,很差 我當時的概念,對這個世界的概念是什麼呢? 聖請就是說,其實這個世界上,無論你有沒有錢都好 無論你身處在什麼地方,你做什麼都好,你的社會地位是什麼都好 你都是美好的,你都是身處在一個很好的人生階段 你都是一個好人,總之你都有你的美好 無論你是一個貢還是有錢,你漂亮還是不漂亮 你做的職業是什麼都好,你理想是什麼都好 現在我看回頭,真的覺得自己超有毒 因為,當一個人需要強調,無論世界變成什麼都是美好的 無論你變成什麼都是美好的 事後,其實它是處於一個很弱很弱的狀態 一個位置 就是它需要用這個藉口去掩蓋自己的無能 掩蓋自己的內藥 掩蓋自己你身處的一個這麼糟糕的一個環境 生活環境,工作環境,什麼都好 或者人生的一個階段 找很多藉口給自己 因為當你相信你處於這個地方 這個狀態是美好的時候 你就會停滯不前 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就是你會覺得其實我都不差 其實我這樣就很好 都好美好 好像回鄉下種田 每天不思進趣地睡醒就種田 然後吃完飯又睡覺 睡醒之後又煮菜 然後又吃飯又睡覺 每天過著相同 好像在附近一個複製的一個 這個鬼蹟人生 你都會覺得是一個很美好的人生 哪怕你想去買一部車 你想去買一層樓 你都沒有這個能力 但你就會催眠自己說 不要緊 我現在個人生活都很美好 我是一個很美好的人 哪怕我是有一些慾望 是需要達成 很希望去達成 大概你可以看我 是不是叫Soul Time 還是什麼 類似拿著一個 四人咪在這裡 說話 用英文 那些片 或者後期一點 我用普通話的時候 都可以看一下 嗯 然後 你會看到那個狀態 是雙目無神 好像 好像吸作毒 那樣 就是 軟軟的 就是狀態真的很差 很差 現在回看 那時候真的不知道 當局借米 現在回看就很清楚了 原來那時候 我很需要這個藉口 我很少抓住 好像救命杜草 那樣抓住這個藉口 我是美好的 我身處這個環境是美好的 我現在 停滯不前是美好的 其實這個原因 這個藉口 去合理化我那時候 做的一切 任何的一切 所以現在回看 這個東西其實是害人的 是害死我 真的 因為當我覺得 身邊的東西都可以 無論是什麼 無論它是一塊垃圾也好 一塊屎也好 一塊多摩糟糕的東西 人事物也好 它都可以是美好的時候 當垃圾埋到你身 你不覺得是美好的 你會包容它 哪怕 可能你的潛意識 都提醒你 你有危機意識的 它會提醒你 不要再靠近了 你不要再做了 但是你永遠 腦海中好像有一種聲音 它被人洗腦 它就會跟你說 這個世界是美好的 這個世界是 就是 就算你看到它很髒 是吧 裝亂臭的 它都有它美好的一面 不要緊 你嘗試去了解它 你嘗試去靠近 但事實就不是了 但那時候我 不知道為什麼很深信 這個theory 所以 我又不想賴 但是 終究都是自己弱 其實 主要原因就是 但就是這個概念 一直是存在在我腦海中 所以 定到我 當我做很多不同的決定的時候 也都會做錯了決定 也都會有很多的 不合理的存在 我現在看回 就是你說 讓我現在坐視光機回去 我當然 已經不會選同一個選項了 我想你們都知道 這個世界其實 不是值得美好的 不是美好的 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是有很多醜陋的一面 很多你 其實 你的本能反應 你都知道 那件事是不好的東西 那件事是一個很垃圾 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也好 人也好 那你就是不應該靠近 你就不應該去做 你就應該作出 合理 一個 對你自己利益 最大化的一個選擇 而不是一 就是一頭熱血地衝過去 因為它是美好的 所有東西都是美好的 不要緊要 是不是 不要緊要 我就算衝過去 我都會有獲益 它都可以是一件很美好的 一個結果 一個 一件事情 還有當你有這個想法的時候 你要反省一下自己 你究竟是不是為了一些事情 想逃避呢 你是不是想捉住這個理由 去令自己不再去努力呢 因為我身處在這個環境 這個空間 這個 工作 這個 我所做的事情 都是美好的 都可以是一個很美好的事情 所以算了 我不選擇去努力 我不選擇去向上 是否 是否 因為這樣 而有這個想法呢 所以其實我都很感激 上天都 算是當我不薄 在我 在我叫做美是 好 完全整個人 浸在泥沼裡的時候 叫做深陷泥沼 還可以拉得出來的時候 把我 用了很多方式 拉我出來 所以 嗯 也是為什麼我想拍這條片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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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